一样是高雄 这次高雄大雨不断 在六规的山区呢 有怪手为了要清理河床淤积的泥沙 冒险涉水 但是呢因为滚滚的河水跟水位 已经跟驾驶座一样高 场面非常惊险 我们把这些情形连线给记者张欣宜 欣宜 这主播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暴涨的河水是已经与怪手的驾驶座 几乎是一样高了 场面看起来非常的惊险 但为了要清除淤积的河岛沙时 怪手是冒险涉水 是要与时间来赛跑哦 希望能够赶紧完成输具的工程 避免下不停的暴雨 造成更严重的灾情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犹豫而受到封面接近和新南气流的双重影响呢 暴雨下个不停 南台湾民众措手不及哦 六规山区更是出动了怪手输清河床淤积的沙石 滚滚河水的水位是已经暴涨到 与驾驶座差不多高了 民众相当担心 雨在这么下下去 很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吐石流 可以看到一旁的山上呢 从山上往下流的河水 是几乎成了一座小瀑布 路面上呢 视野堆满了沙石 相当的难以通行 气消灵就表示了 到目前为止 台南高雄和平东都已经出现了 累计雨量超过300毫米以上的大豪雨 主要都集中在高雄和平东的山区 提醒民众千万要严防豪雨带来的灾情 以上现场最近急行将镜头交换给云林主播 好的我们谢谢心仪在现场的最新连线 感谢观看